大家好 下午的十五点三十分了啊 给大家聊聊看这位啊 一个很端庄贤淑的啊 看起来端庄贤淑的女性啊 那么这位女性呢 也可以形容她是一位家人啊 她叫陶秦勋 她父亲叫陶西盛 这个蒋介石一生有四大文胆啊 文胆 有代季陶 陈布雷 陶西盛和秦孝宜啊 代季陶跟蒋介石是把兄弟啊 陈布雷因为他女儿投共 后来自杀了 陶西盛就是今天说的这位啊 晚年是秦孝宜 秦孝宜后来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吧 也是国民党文传会的负责人啊 这四位这个代臣陶秦这四位啊 代臣陶秦陶秦 他们作为讲的秘书 专门替蒋炮 专门替蒋草拟各类文稿报告和演讲词 深得老蒋的倚重和信任 其中陶西盛被蒋任命为侍从使第五组组长 带蒋替蒋带蒋炮 撰写过中国之命运 蒋的另一本书苏俄 苏俄在中国 也是陶西盛 捉刀带笔的 这个陶秦勋呢 是陶西盛的次女 因长女夭折 故视为掌上明珠 但这个女儿 同陈不雷的女儿陈莲一样 在人生前途的十字路口 毅然选择割断了亲情 和自己的父亲分道扬镳 1949年的春夏 对于国家民族个人来说 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 4月 共军以不可阻挡之势 突破长江天县 攻占了南京 5月 禁逼上海 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 5月6日 蒋介石乘坐江静轮 这艘轮船叫江静轮 长江的江 安静的静啊 准备撤往周山群岛 轮船来到吴松口时 随行的侍从秘书陶西盛 请求蒋介石稍作停留 等候他去上海市区 把女儿陶秦勋接出来 此时上海已是烽火连天 除临海部分 挨着海的部分 陆地已完全被陈毅的 第三野战军层层包围 这个解放军的炮火 已经可以覆盖吴松口的江面 但蒋介石仍然答应了 陶西盛立即从军舰上 给女儿发出电报 约定在码头碰面 他给女儿发电报 女儿怎么接收呢 我们不清楚啊 这个不清楚啊 蒋介石下令 这个松户警备区 派出一艘快艇 在十六铺码头待命 准备接到人后 立即登舰会合 但过了约定时间 女儿并未出现 陶西盛只好含泪离开 就是这位啊 陶秦勋 陶西盛的女儿 作为父亲 陶西盛已经尽力了 却无力说服自己的女儿 四天前 也就是五月二日 他曾在傍晚时分 独自一人 悄悄来到上海 陕西南路的女儿家 劝说爱女一同离开 但女儿陶秦勋 不为所动 两天后 他又托学生 自己的学生啊 转交给女儿一个小包 里边裹着金条 还有一张亲笔字条 上边伤心欲绝的写道 时事如此 时局嘛 我也无奈 但愿你们 可能指的女儿女婿啊 永远互助互爱 共度困难 不论天涯海角 我将时刻祈祷 愿上帝保佑你们一家平安 可能陶西盛信基督教啊 但结婚三年的女儿 最终还是选择了 跟随丈夫沈苏儒留下 沈姓沈啊 沈阳的沈 苏 苏州的苏 儒 儒家的儒啊 沈苏儒留下 他的态度是 沈留下则留下 沈若走 跟着走 生死福祸 在所不济 就是他没有自己的判断了 他跟着他老公 老公走 他走 老公留 他留 这就叫所谓的 中国人呢 夫唱妇随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而女婿沈苏儒 是决定不走的 话说到这份上 所有的劝说都是徒劳 陶西盛知道 女儿留在大陆 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虽然 他告诉过女儿 自己在中共 1948年12月 公布的43名战犯名单中 位居第41位 这顶沉重的政治帽子 会让他饱受痛苦 但 陶秦勋不相信 年轻哈 没有政治经验 即便如此 爱女心切的陶西盛 还是要再做一次尝试 然而最终的结果 还是让他失望了 女儿陶秦勋 接到电报后 并没有如约 赶到十六铺码头 直到下午 他才抱着一岁半的儿子沈宁 赶到了无松口 在他耳边轻轻的说 宁宁 记住 今天是1949年5月6日 今天早上 外公坐江静伦走了 就跟蒋介石一块走了 坐船走了 说完 声泪俱下 5月24日 陶西盛在日记中写道 苏如秦勋 决心不离户 决心不离开上海 彼等他们的 他们啊 彼等前途悲惨 而不自觉可哀也 他们的前途会很可悲 会很悲惨 但是他们自己不觉得 这件事让我非常的哀伤 哀痛 第二天 他又在日记中写道 5月25号啊 为秦勋 及宁宁悲伤 为他女儿和外孙 是吧 这个当然女婿没有 玄关系 可能远一点 彼等之悲惨 悲惨命运 乃自取耳 就是你们的将来 有任何的悲惨的命运 各种的苦难 是你们 咎由自取 本来有机会 当年从上海往台湾逃 那有的人倾家荡产也逃啊 把家产贱卖 把房产贱卖 拿着金条 那都排不上队 太平伦 死了一千多人在海上沉没了 那不就是因为超载吗 想逃的人太多了吗 对吧 这是5月24 5月25号的日记 陶西兽 5月27日 解放军攻占上海 共产党的红色军队 占领上海了 原来没有香港什么事 原来是上海 对吧 好吧 先聊到这 朋友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